好的 歡迎回來樂視界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個神魔三國之偶 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題是 曾經的肥料 如今的必備角色 那相信很多角色都是各位口袋名中的肥料 像比方說在衛國裡面可能張和 然後徐楚 甚至有人如果不練典尾的話 典尾啦 司馬懿啦 徐玉的部分 他甚至是徐晃的部分 都會是您的那個包包裡面的肥料 那衛國的肥料可能會有 最常見的是月鷹囉 那但是月鷹又是一隻必備 平民必備的一隻角色 那還有這個蜀皇宗部分 然後跟蜀龐筒 然後馬操 不過馬操比較少出現啦 那看起來的話 月鷹跟黃宗比較有機會 當成肥料去做食用這樣子 蜀國部分的話 不用說乳肉飯加上這個所謂的 虎虛章 就會是你的傳統型的肥料 那後期因為有魔士君主的出現 那導致這個其實很多這個人都會需要大量的那個陸訓部分 那甚至說很難出現的孫權 孫權並不是肥料 孫權就是一隻非常需要欠缺的角色 那基礎上來說的話 肥料就可能是大橋 然後張招再加上 這個陸訓部分 魯術部分不是魯術 魯術的部分 那神的話呢 比較常看到的肥料應該是 這個黃宗 然後其實對我來說 神旁也蠻像肥料的 因為神旁到後期其實抽也抽的蠻多 然後神趙雲也蠻常出現的 這還有真雞部分 那都是肥料中的肥料 那魔來說的話 比較常出現肥料 無非就是我們的這個 何董卓 然後司馬懿部分 都是肥料中的肥料 那基礎上剛才提到各國裡面呢 現在來說 國異世界剛好轉生了那個 剛才我講的其中一隻肥料 黃宗部分 屬黃宗 你可能看他不起眼 但是 基礎上 他輸出 單體效果 針對單方敵將來說的話 他的效果遠比 這個屬關羽還要高 但是他PVP就不會很強 那其實這個在神魔世界裡面 就是好比說 活動裡面的猛將就會贏過謀士 但是PVP裡面呢 謀士又贏過謀將 他並沒有把所有的角色都 單一的就可以去 cover全部的所有的活動 所以說你變成說 你該練的一些角色都要練 你沒有練的角色呢 你就沒辦法在九州這裡 摸金效衛這裡可以拿到好的成績 包括說你看在這個南蛮這裡 你如果沒有練的話 你一樣拿不到好的成績 你一開始主張練謀士隊的話 那你可能猛將就會缺少 那你在南蛮那裡 勢必是分數會比較低 甚至說你每天在練猛敵將這裡 你能達到的分數也沒有那麼高 那今天力推了幾隻角色 第一隻角色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屬環宗部分 那我發現今天換上屬環宗之後 我把原本 我其實原本的隊伍是這樣子 就是這拿掉 然後這拿掉 然後我有放真姬 真姬也是 你把他當成肥養 但是真姬在南蛮 或者是說單一武將裡面的話 其實他也扮明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增加破甲的角色 並且他可以增攻 那這個會在 特別是在所謂的 九州這裡 墨金效益這裡 你可以時不時無 就可以看到真姬的終影 比方說像在這個名將堂這裡 你一定可以看到真姬的終影 那甚至一週裡面出現真姬的次數 可能高達4到5場左右 所以真姬最早的 最初的肥料 但是最終他卻變成必備的一隻角色 那他是你不可或缺角色 那另外剛才提到的 剛才要講黃宗 變強到真姬去 黃宗也是 黃宗他的單體輸出會遠比 他要破甲神劍來說的話 他會無視對方的20%防禦 這個是相當蠻高的 而且會造成對方314%的物理傷害部分 那你看就關羽來說的話 這個也才200%多而已 但是他的那個黃宗單體的輸出技能 所以說他就會比這個所謂的 其實通常同理來說的話 單體輸出本來就會輸出比較高一點 然後範圍技輸出的話 他的攻擊力會稍微低一點 但是他就是打範圍用的 那各有好跟壞 那變成說你必須當你的對象 這單體的對方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找一個單體輸出 極高的輸出值比較高的角色 來去做應用的部分 那黃宗是月事界首推的一隻角色 那也是這個師徒希傑推薦月事界的角色 那我今天用起來真的好用 所以真心的推薦大家 其實我一直在憋 那時候我在等屬諸葛 我在一直猶豫 那時候屬諸葛上12星 那原本我其實心目中的12隻角色 其實也定位了 那後來我發現 其實我為了要在摸金這裡拿到好成績 我必須要思考的是說 除了我眼下未來要轉陣之外 還有我必須要在那個所謂的 墓鏡校圍那裡 我到底要先轉陣好了 比方說我現在就是想要轉成雷火陣 那星路雷火流 那我可能就需要練這個周瑜 然後需要練貂蟬 那時候我把貂蟬練到十星 然後周瑜練到十星的時候 其實我有猶豫 因為雖然我本體夠 但是我觀音可能不夠 但我又需要去 我如果硬要把這樣子練起來的話 我還要處理一些兵法上的問題 那我會把資源整個給拉到很後面 那我的建議是 各位先基礎的隊形有出來之後 可以慢慢轉 然後你先把該練的角色給練起來 在這個所謂的摸金校圍那裡 在通關那裡 你可不可以拿到更高更好的資源 縮等回合 然後拿到更多的資源 然後在摸金校圍 你的分數打得高不高 你分數打得越高 你的獎勵就可以拿得越滿 每次你如果說每次跟別人 你大概看一下 像預視界來說的話 我大概落在1400萬左右 那其實這個只有4600 但是他滿的時候是5000 我每次就跟別人差1400 那一週下來就會差很多 當然一週只有一次而已 但是一個月下來 你就會差了大概5000多的差距左右 你跟別人點的地上的range就會差越大 那你要思考是我如何在 這個裡面先把資源給拿好拿滿 即便我不去搶排名 我也希望各位可以先把輸出傷害值 給拉到最高1700萬以上 那你還可以把這個資源拿好拿滿 像預視界這裡的話 大概也才達到3400萬 那像之前我沒有黃中的時候 大概只能打大概2000多萬左右而已 基本上已經差了幾百萬的數值 那我覺得說 這個才是我推薦各位練黃中的目的 即便黃中沒有在這個上面 但是他的輸出效益卻是極高 那甚至說之後你再用南滿去打 其實我今天去打南滿的時候 我本來輸出都落在8億8到9億之間 那今天我可以打到10億多一點點 大概多了 包括600萬還是6千 應該是600萬了 10億600萬左右 整整多了大概1000多萬的輸出子出來 那重點還是在於說 他的那個輸出效益比較高一點 那另外來說的話 黃中介紹完 還有一隻 我覺得必練的應該就是這一隻 你覺得他很肥 肥料的肥 但是各位觀眾 魔董卓第一好拿 那第二你練他七馬力 你練到我也不喜歡你練高 不一定練到13星 但是你可以練到9星至10星之間 那他在這個所謂的摸金效位這裡 然後我記得是這一關吧 不是 反擊不是 那就是這裡 不是 好這一關 他對方如果處於控制狀態之下 他的輸出傷害會兩倍 各位 即便 魔董卓沒有出現在這裡 但是魔董卓的效益 比起這個 我有試過放12星的咒語 反倒輸出效益沒有魔董卓的好 所以說 請各位起碼要把魔董卓 不是魔董卓 魔董卓 起碼練到9到10星左右 然後把他放著 你要有觀念就是 我起碼各國都要一隻13星的角色 這次最起碼 那像玉獅界現在還缺 那眼下來說的話 魏果確實比較沒有辦法 你屬國有 那你其他角色可以去互搭 那 像無果起碼有一隻13星的角色 你有足夠角色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個所謂的試煉這裡 可以把關卡給打好打滿 即便你搭配的是幾隻爛的角色 那你可以互搭其他別人的角色來去用 你就可以通關到450關 那是沒有問題的 那所以說今天最後總結部分 最初的肥料 最終的這個必備角色 黃宗 我覺得屬黃宗是一隻必備角色 他在你很多單體PK的活動裡面 他表現非常優異 第二 那個真姬 真姬在九州摸金裡面 甚至說你把他擺在這個所謂的 那個打南蛮那裡 他都有一個很亮眼的成績 他的破甲 他的真弓都是一個很棒很香的一個技能部分 然後第三 魔董卓部分 請你把他練起來 練起來你就可以在那個所謂的 控制那一關給他拿好拿滿 那其實在摸金校衛裡面呢 有一隻有兩隻角色有一關一定要練的 就是這個郭佳 但郭佳也第一他不好拿 所以他不能被成為肥料 因為他不常出現 第二隻是魔髒春華 他更是南上加南的出現 相遇世界玩到那麼久 大概一年多了 手頭上居然沒有半隻 可能了不起只有一隻而已吧 你看我沒有半隻抽不到張春華 所以說我覺得張春華是一隻非常難抽的角色 他不能稱之為肥料 但是他在摸金校衛裡面的這... 有點忘記了 不是這裡 不是這裡 他卻扮演的非常重要的關鍵角色 因為這一關呢並無法透過治療去做 主動治療去做回血動作 所以說你必須要透過這兩隻的那個 暴擊回血來去撐住 那眼下來說的話 這兩隻是也是其中 你起碼要練到十星 他的效益才出來 那當然你還必須搭配著等級突破 你等級越高 他其實就會有略有影響這樣子 好的 那以上是目前的 月世界小孩大家做分享 有關於最初的肥料 最終的必備角色 那不知道 不曉得各位喜不喜歡這一集的介紹 那喜歡的話不要忘記幫於是點 影片呢點個讚 然後還沒訂閱觀眾朋友 幫於是訂閱起來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拜拜